一 請揭幕 為了配合政府鼓勵生育政策 讓員工安心工作 台北捷運公司設置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並於8月16號正式開學 成為全台第一家公營企業幼兒園 持續推動 複製這個成功的經驗 今天這個是公營企業的第一個教保中心 未來我們公司TOD在雙艦 我們也一樣規劃這樣一個空間 我想這個地點在捷運站 還有在這個黃金的這個節點上 事實上要找到合適公營很困難 但是公司基於公營 基於這個企業社會責任 我們願意投入 接牌儀式中 市長柯文哲表示 幼兒園最貴的是空間成本 所以將逐步在公宅底層設置幼兒園 並由非營利組織經營 打造類似北捷幼兒園的非營利幼兒園 不過是這樣 捷運公司是很大的公司 有一棟大樓 所以它有足夠員工數來支撐這個 不過台灣主要是中小企業 所以我們在內府還有另外一個設計 就是我雖然設一個非營利 給旁邊的公司大家來認股 因為沒有辦法一家公司 直接經營一個幼兒園 所以給五、六家大家合一個幼兒園 因為這幾家公司的員工優先 剩下的才給周邊的人去湊錢 北捷幼兒園室內面積約為96坪 收拖55名滿2歲到5歲的幼兒 收費比照非營利幼兒園 以員工子女為優先 讓員工能夠安心工作 記者臨期會議台北報導